热血环台 徒步骑单车已经不够看 骑水上摩托车 沿台湾海岸绕一圈 欣赏福尔摩沙的美丽海景 成了最夯的旅游 恒春的荒兰比开始处理了 堵到风浪 都差不多在三楼管所以 所以危险度尽管 只是要挑战水上摩托车 装备一定要齐全 这个是头盔 然后这件是急流用的救生衣 然后这件是急流裤 然后还有防滑鞋 就是整套的救生的装备 想挑战骑水上摩托车环岛 除了卷身装备要齐全 体力要够之外 您更应该搜集台湾沿岸的海流 海港以及相关的水文资料 出发之前得先确认全台 可以让水上摩托车加油的港口 毕竟水上摩托车最大的航程 是100到120公里 要是中途没有可就伤脑筋 还有最好是顺着海流来骑程 可以省下不少油料 逆时真的骑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比较顺风又顺着流 比较省油料也骑起来比较轻松 此外 通讯设备 GPS和备用油箱 都是不可或缺的 想体验1000多公里的水上摩托车 环台之旅 就得先做好功课 才能玩得既四季又安全 记得陈宝雷黄 总议S10小组台中报导 在那边看到我们下集中的水上摩托车 都没有用到水上摩托车 所以我们下集中的水上摩托车 但我们下集中的水上摩托车